避欺腐時可以打回去嗎? 被人欺負時可以還手嗎? 我不想傻傻地被人欺負 我要上學了 支援是姐姐 志冠是弟弟 今天是新學期的第一日 他們都很興奮地回去學校 嗯...不知今年我會跟誰坐呢? 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胖的還是瘦 是高的還是矮 回到課室 老師安排同學的座位 這是男生 這是男生 今年老師安排了戴眼鏡的小石 坐在志冠的旁邊 小石經常讀書 很少做運動 所以人很瘦很正經 志冠看著小石 搞到小石也有點不好意思 你好,我叫小石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志冠 他們互相打招呼 上體育課的時候 老師分成兩隊 比賽足球 志冠是黃色隊 而小石就是紅色隊 志冠很厲害 他平時有做開運動 所以他踢著足球 很迅速地傳給其他人 相反 因為小石經常掛念讀書 很少做運動 去到體育課的時候 他站在角落頭發露鬥 是誰 這個戴著眼鏡的就是小石 你看 有個球傳給他 他也不能接著 還被黃色隊的隊長搶了球 最後黃色隊射了球進龍門 他們贏了 你看 黃色隊的隊員多開心 他們全都跳起來 很興奮 但你看小石 他跌了在地上 因為剛才球踢到他身上 他接不住 還被球踢中 他的臉都紅了 跟他同一隊的紅色隊長 就是這個肥仔 你看他的樣子看上來 好兇啊 因為他很生氣小石 他就跟小石說 喂小石 剛才你看不到球傳給你的嗎 為什麼你不接著他 我想接的 但是球很快 我接不住 這個肥仔叫幼鎮 幼鎮很兇 很大聲地罵他 他就說 下次麻煩你醒醒定定 不要再累我輸球 小石嚇到不會說話 這個時候 黃色衫的志冠 見到小石被人欺負 他真的很不值得 你怎麼可以這麼兇 跟朋友說話 你好無禮貌 幼鎮一點都不怕他 還挺起胸膛 打算出拳 去嚇他 矮冬瓜 不關你事 幼鎮他把拳頭握得很緊 就好像快要打人一樣 這個時候 老師來到了 他就問 喂喂喂 不要打人 老師就罵了幼鎮一頓 他就跟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嚇人的 人家會很害怕的 到了星期六 資冠就和姐姐一起去學跆拳道 資冠就問姐姐 姐姐啊 我班上有個肥仔 很兇的 經常都哈哈巴巴 我很不喜歡他 不如我們用心去學跆拳道 然後有一天 等我去打他一頓 姐姐就說 不要 打人是不對的 而且你那麼矮 人家又那麼高和那麼肥 萬一你輸了 一定會流血 受傷很痛 今天學跆拳道的時候 教練就告訴大家 我們學跆拳道的目的 不是為了哈哈巴巴 而是在有需要的時候 用你旁身和保護自己 讓別人不可以去傷害你 同時我們也不可以去傷害人家 今天跆拳道的教練就教他 如果這樣有人跟你出拳 你就立刻抓住他的手 然後反轉 把他壓到地上 這樣就可以避免他的拳頭 打中你的臉 今天星期日 爸爸終於可以陪我踢足球了 踢 踢 踢 原來他每個星期日都有練習足球 怪不得他在學校上體育課的時候 那麼厲害 當他和爸爸踢足球 在龍門前面休息的時候 他有個問題想問爸爸 爸爸 為什麼你這麼高 我這麼矮 爸爸說 大過了你就會變高 因為你現在更小 但是我班上的小朋友 已經高過我了 明明我們一樣大 為什麼他會這麼高 我會這麼矮的 他們還笑我是矮冬瓜 我好不開心 爸爸說 因為每個人成長的速度都不一樣 雖然你會慢一點 他會快一點 但最後你們都會變成 很高大的男孩子 他們一邊聊一邊走回家 志冠終於忍不住問爸爸 爸爸 爸爸 我可不可以走去打人 你要打誰 爸爸嚇了一跳 我們班上有個叫做右鎮的人 經常欺負我 和坐在我旁邊的小石 是不是叫小石 我不是想主動打他 但是我怕萬一有一天 他想打我的時候 那我還不還手好 因為每個人都教我 我不可以打人 但是我又不想站在那裡 這樣被人打 我可以怎樣做 那晚呢 志冠躺在床上 睡不著 點來點去 因為他也想不明白 都是人家欺負我 想打而已 有什麼不對 他很多疑問 打人又會被人說我不對 我不打人又會被人欺負 難道我一輩子被人欺負嗎 志冠起床 為甚麼那些M&M會走出來 他昨晚 臨睡之前沒有掛在雪櫃 弄得螞蟻出來了 他的提子汁還堵寫了 咦 臨睡前一定要收拾好食物 才睡覺 否則螞蟻 鹽蛇 老鼠 就會走出來 志冠真的很骯髒 我想再說一次 還沒說完 今天呢 小朋友又踢足球比賽了 志冠那隊贏了 不過哈哈爸爸右鎮那隊 紅色隊又輸了 又回到課室的時候 捉住小石 喂 矮冬瓜 你呀 這次又害到我輸了這個足球比賽 我上次已經跟你說過 叫你練好踢足球 不要再害我輸 為甚麼你是不聽 不聽我說話 志冠見到小石嚇到整個人都震了 他馬上鼓起勇氣 擋在右鎮的前面 跟他說 你為甚麼經常都欺負小石 你不想輸 就自己練習多一點 怎可以這樣怪別人的 我們一個足球隊 是講求團隊的合作精神 是要大家互相努力 互保不足 不是這樣輸了一場球 就去怪誰誰做得不好的 右鎮沒有聽 他很生氣 他拿起拳頭 準備打到志冠的臉上 這個時候 志冠想起自己在跆拳上學過的東西 老師說 我們雖然不可以動手打人 但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可以應用跆拳道學到的技巧 擋住他的拳頭 不要讓他打到我 這個肥仔 他一反著身 撲到地上 是的 志冠首先捉住右鎮的手 然後反著身 把他按到地上 右鎮痛到刮刮叫 老師很遠見到 馬上走過來 喂 暫停暫停 你們兩個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打架 不能打架的 志冠看到老師來之後 都很害怕 志冠跟老師說 我們剛剛上完足球班 右鎮很生氣 他怪摘小石 踢得不好 讓他輸球 所以他想動手打小石 還想打我 我就捉住他的手 按下他 讓他不要打傷我 我不是打他的 我只是保護自己 不讓人打到 其他見到事發經的小朋友 都馬上走過來 跟老師解釋 是呀是呀 志冠說的是對的 剛才真是右鎮先動手打人 志冠他沒有打算打他 他只不過是想擋住他 不要讓他打 還有他要按下右鎮 讓他不能再欺負其他人 然後怎樣 放學之後 老師就叫右鎮和志冠 留在課室 因為他有些事情要跟他聊 為什麼是右鎮 這個穿紅色衣服的小朋友 右鎮 當你把勝負看得很重的時候 自己很容易敏震起來 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你就會發怒 甚至乎還想打人 老師就問志冠 志冠 剛才右鎮想打你的時候 你是什麼心情 不開心 是呀 志冠說我覺得很不開心 而且我很害怕 因為被他打中受傷一定會很痛 我不想被人打倒 又贊你聽到 原來打人會令人受傷很痛 是別人不喜歡的行為 如果你對同學做了一些他不喜歡的行為 這樣他就不會再跟你玩 沒有人喜歡你 你回到學校的時候 自己一個沒有朋友 你想不想這樣做 不想 不想啊 所以老師就教右鎮 怎樣可以好好控制情緒 如果遇到很生氣 很生氣的時候 他除了想打人 其實他們可以想想其他方法 例如他會喝一杯冷水 令自己冷靜下來 又或者他可以深呼吸 吸氣 呼氣 吸氣 呼氣 冷靜下 究竟有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 又或者他們可以選擇 跟自己信任的人聊天 找媽媽 或者同學 或者老師 跟他們說 我因為這件事很不開心 我很想跟你分享 分享完之後 他又會覺得沒有那麼生氣 好像舒服了些 然後老師就跟志冠說 志冠 你做得很好 當人打你的時候 你擋住他 令自己不要受傷 同時 你沒有主動去撩人家 沒有主動去打人家 你只不過是保護自己 希望保護自己 和保護身邊的同學 令到他們不要受傷 這就是你學跆拳道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志冠從此 都繼續很積極地上跆拳道 但他的心態不同了 他現在上跆拳道 並不是為了打人 不是為了攻擊人 不是為了傷害人 而是他希望保護自己 和保護身邊的人 他希望自己和其他同學 都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 今天志冠放學的時候 他看到小石在操場等他 我們一起踢足球 我陪你練習足球 這樣你踢好一點 以後你就可以為你的紅隊取勝 嗯 就這樣決定 於是他們就一起嘻嘻哈哈 在這個足球場練習